另外来看到的苗栗县竹南镇温内社区推动绿色照顾 结合了社区农员在地食材 推出大胆草民学着去吃草的课程 而选用生活常见的葱 大红花 鱼心草 香草等入菜 透过多元利用让营房长辈以食疗吃出健康 食出家常本领 长辈们快速切出葱花 家庭料理不可或缺的配料也能变成食不正经 这堂大胆草民学着去吃草 是以食在地为设计构想 知道长辈如何吃出健康 吃得安心 长辈们的口牙不好的部分 可以利用这样的课程传达在地的美食 比如说利用我们的农园 像我们旁边的农园就是菜园 可是地井里面的菜 像一些环宫菜 葱 一些其他的药草 我们有种 将那些药草还有食材一起 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中南镇温内社区建立绿色照顾网舵 推出许多乐领课程 其中也安排了长辈最喜欢的厨艺单元 将社区友善栽培的葱 大红花 鱼心草等入菜 创新养生料理 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用法 它到底对我的身体哪个比较好用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用 好像菜园很多杂草都拔不完 对不对 可是杂草也是薄啊 所以也教老人家就是说 怎么样重新怎么应用这个杂草的部分 对 那温内社区它很帮还会做一个防风林的保护嘛 那森林里有什么 他们有在做森林保障 那我们就把森林保障的东西拿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 然后他们才愿意去做守护森林这件事情 不仅精进料理技巧也让食材多元运用 像是经常被丢弃的葱须还能再制料理酒 以草就是可以取代很多的 现在很多的西药 如果你是有在慢性病的话 你再吃很多的西药 那你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那我们就是因为有副作用会影响你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在寻找这个 我个人来讲就是不断在寻找这个 那今天我们刚好碰到有这个课程 我们的A老师教我们如何用食物来期待这些药物 这是我们最大的心得 大家分工合作 还有人用心做笔记 长辈们收获满满 丰富退休生活的同时 也营造高龄友善生活环境